吃得正確的功能是甚麼呢? 當時你也有說過要斷吃 最簡單我們人有悉性香味觸法 由食的功能入手 就是停止貪欲最重要 停止醫回教、有齋戒、有齋戒、猶太教 猶太教中研究 給我們那個感官的功能追求的力量 有機會停下來,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就是令你的腸胃有優式,無不停食 因為人死的原因有九種 有六種由食物引起的死因 所以我們從斷食那裏著手 而且你的斷食如果做得好 喝點檸檬汁,清一下腸胃 讓我們休息,身體健康 如果突然間斷食,有些人會擔心健康 會不會造成健康那裏? 那你便要斷一餐,慢慢慢慢習慣 最初我就斷一餐,慢慢就不需要一餐 慢慢就不需要一餐,慢慢就這樣做 很長時間 就是你停止了,先不要讓他不停 有他的健康的理由 給予一個正確的程序,如何做 大家都會清晰一點 我已經有胃病了 還要斷食三十個小時 然後胃痛到腸筋進入醫院 又入了別人的數,不好意思 胃痛通常是沒有東西吃的 起碼現在就知道了 可以最初不用那麼多 慢慢再增長時間